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天球,我是凉哥 本期带大家来到2012年威尔斯公开赛决赛的现场 对阵的双方选手是马克·塞尔比和丁俊辉 丁俊辉目前已经抢先拿到了赛点 塞尔比的这一根防守原本是像利用篮球来挡住戴克的红球 谁知道力量大了一些 于是给到丁俊辉一个远台进攻的机会 导播现在迫不及待地画了一根进球线放在那里 谁知道丁俊辉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想法 这杆红球打得相当的精准 这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一杆呢 篮球有一个反角度 如果是正角度呢 就很好走位 反角度的话需要走酷上来 但是不可能走得很精确 于是丁俊辉考虑了一番之后 最终选择了粉球 最终选择了一项 稳稳的推进了红球 顺利叫到黑球 这个位置和角度也非常合适 从现在的情况下来看 我们至少能看到 有四颗红球都是比较简单 现在有个情况 如果丁军辉选择 带口这颗红球的话 那么如果叫黑球 就容易被红球遮挡 因此他这一杆选择了 重新来调整 这一杆选择 这个位置很不错 红球可以打左边的中央 但是现在的位置很不错 红球可以打左边的中央 但是现在的位置很不错 现在的位置很不错 红球可以打左边的中央 然后母球呢 可以根据红球的角度 轻轻地推上去 或者一个小低杆 点回来 都没问题 丁军辉这一杆呢 开始考虑 他考虑了什么呢 他并不是说 打了粉球之后 直接去怎么叫红球 而是考虑到第二颗的红球 该如何去叫 因为平时我给大家也说过 一般打斯洛克呢 是打踩叫踩 打红叫红 丁军辉现在呢 甚至还多想了一步 现在母球已经顺利地 停到了丁军辉想要的位置 那么我们看看 他下一步是怎么操作的 现在黑球旁边的红球 这个红球已经不能成为障碍 这个球呢能轻松地打进 现在丁军辉想的是什么呢 如何把黑球留一个想要的正角度 从刚才丁军辉这一干呢 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丁军辉这一干并不是想K红球 如果想K红球 轻轻点一下 中根点一下 留一个正角度就可以K球 丁军辉想的是 直接留一点点的正角度 然后轻轻推过来 可以直接击打右边的红球 但是这一干留的太直了一些 丁军辉这一干利用外角偷位 想要获得合适的角度 然后中高杆 K球但是不成功 K到了薄边 母球还是没有停住 那么这一干呢 连续进攻 基本上会被打断 丁军辉这一干没有一干拿下 实际上在塞点区的时候呢 一干打完是最为轻松 现在还留意悬念 不过塞比这一干呢 应该不会去解黑球左边的红球 因为这一颗容易把右边那一颗 推向带口 沙特,根本不在的时候 这个比起来 来有左手插 没关系 sav per spar 这次是清单 因为市量破之事 让人劝购 关系 冰球会这一杆打得相当的漂亮 领先 局数领先 分数领先 那么气势如红 这一杆呢 直接就坐上了四个红球 那么赛尔比这一杆需要来解球 赛尔比这一杆瞄准的角度呢 应该就是两扣 两扣之后 插一下红球的薄边 某球再跑回去 看他能不能成功 赛尔比这一杆没有解到 还罚了六分 那么直接给丁俊辉留了一个机会 丁俊辉这一杆呢 也不可能让赛尔比重打 因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现在丁俊辉已经领先了42分 那么意味着只需要两套红球 就可以超分 夺得这一届的冠军 这一场赛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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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这一杆的力量大了一点点 少走一个球位都比较好打 现在呢 我们看不到角度还有没有 那么丁俊辉现在正在进行瞭准 看他的样子还要打 赛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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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赛尔比这一杆远台进攻失误 失误的主要原因 他是要用中低杆拉着母球 让母球去K另外两个红球 这才造成了失误 那么这一杆呢 给丁俊辉左边的顶带好像还能打 看看丁俊辉的发挥 这种赛尔比较有红球 是正常的赛尔比较 这种赛尔比较 赛尔比较 金贾尔比较 赛尔比较 赛尔比较 赛尔比较逼的赛尔比较 这种赛尔比较逼的赛尔比较 不过来的赛尔比较 但我更加重连了 这种赛尔比较 这种赛尔比较 有五百分之一 这种赛尔比较 是个真正的赛尔比较 这种赛尔比较 两个赛尔比较 赛尔比较 这种赛尔比较 而到赛尔比较 24 år 赛尔比较 相比较 赛尔比较 赛尔比较 最好的赛尔比较 自投赛尔比较 虽然还剩了一颗红球 但是已经领先60多分 赛比直接认输 丁俊辉获得2012年 卫士公开赛的冠军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